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中世纪王朝 那我们今天继续解乱物加狩猎吧 在这里面对不对 我们在这,好,抱歉 是你,对 我帮你做什么呢? 是个good hunter 我们 唉呦,好啦好啦,算了 好,我干嘛 我要做什么challenge 等一下,是熊或山猪吗 鹿或山猪,好 我现在就靠那个视觉走出去 就靠这个视野就够用了吧 山猪行野 也没有到很难打 我在想要往南还是往北啊 听说这附近 会有熊耶,我有点害怕 就往南好了 我今天试试看真的是night hunt 等一下,我为什么没有追踪这个 诶,这个差一只而已 诶,这个差一只而已 希望我赶紧找到一只山猪吧 应该它叫我打应该就会有了吧 不会 不会如果吉巴到处都没有那个 动物吧 感觉没有山猪起码也有鹿啊 应该 是狐狸 现在全靠这个视野了 鹿 好 希望我打中 我是真的完全看不到了 是真的完全看不到了 看蛮远的耶,其实 我還沒放掉了 該不會插到樹吧 你靠 看來真的咧 不行 只要開這個 你有中嗎 因為晚上射箭真的比較難 我就靠這個視野就好了 晚上是不行的 稍稍我就不要接這個任務 等一下是這一隻嗎 對應該是那一隻 看一下地形 有人拿弓就會那個 欸這樣有有中耶 等一下他死了 他會 他怎麼會突然死了 這會流血過多嗎 有這種設定的嗎 我不知道耶 我晚上真的比較懶耶 我晚上真的比較懶耶 我是希望遇到山豬 因為山豬會衝向 那起碼我不用 不用追著他吧 那其他動物就算了 就狼啊什麼的 欸但是狼好像 如果可以爆頭的話 也比較 也還蠻好打的 也可以啦 喔不對 但是他這個任務是要 露火山豬 所以我只能打露啦 沒有 沒有 對面吧 對果然 他跑太快了吧 那是狐狸不能打 那大家不會介意啊 因為我沒有 我身上沒有稻草 我不能 靠竟然沒中 欸等一下 熊欸 那是熊 等一下 我這個任務可以打熊嗎 我比較好奇 這個 可以也可以打熊 YES 搞定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還蠻強的 沒有啦 弓真的很好用就是 我還沒被打到欸 但是就一直 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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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野沒中 不要狐狸 我要再一隻 不是 我不要狐狸 還好有這個視野 不然晚上其實真的看不到 看到你了 吃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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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這樣也沒中 為什麼啊 覺得蠻準的啊 睡覺的話會不會任務失敗啊 如果不會任務失敗的話 他比較難打喔 他從山上比較好打 應該有 應該這邊會比較好打 我好像射到他重要的部位 咻喔 咻喔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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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完成 竟然在黑暗中完成這個 我覺得有點浪費那個劍就是了 我現在是很機智啊 36,所以才用4隻而已 那還可以 就往村子裡面走吧 沿途再看一下有沒有奇怪怪的東西 我忘記我可以傳送回村子 然後在想說那個沒有很遠 突然在想說不對 這遊戲不能傳送 除了過了一天 應該說過了一個季節之外 快沒水了 反正在回家路上會有水嗎 是還好 那個人為什麼不睡覺啊 有錢算才38塊 但是終點沒有好 然後現在往回走 對往這邊就好了 反邊往東北 東邊就有河了 就河可以先喝水 還要等 Uni-Ghost 為什麼等那麼久 都沒有新的東西 回去繳完任務就差不多了 回去繳完任務就今天這集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還不錯吧 就沒有浪費晚上 我也是適用在一個弓加上 那個夜視模式的 夜視模式就是我的感應能力 的一個試驗吧 其實說實話我自己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大家可能也看不到東西 現在應該快要白天了吧 那火把我又不能一直常用啊 我火把快沒了 我身上有沒有稻草 我還在這邊呢 先直接往東邊好了 不然往東北好 好像有點走太遠 我還沒到那個村 走回去好遠好遠喔 我是一直都很好奇 這種牲口可以瘦嗎 呵 但我又怕那個龍鬱子 我的聲望會 對其他降落我真的殺了死 我殺不死我也沒差 我殺不死我也沒差 算了不要亂撕這樣的東西 啊這邊有東西可以偷嗎 意思 他們好像都在裡面吧 空的 欸沒有 還在這 喔因為要白天了 我們開始走來走去囉 我們開始走來走去囉 等一下為什麼會往南 或東北 或東南 這邊可以吧 對這個方向可以 所以我要 Tower 看左邊 呢 這個方向可以 都是綠色的還好 對我忘記講了 我現在原來紅色的動物就是攻擊型的 那綠色就是沒有 就是不算沒有啦就是不會主動攻擊 像狐狸也是綠色但是 如果 亂砍他還是會咬人 但是不會主動攻擊 還是比較溫馴 再喝個水好了不然都經過了 走一半了 攪完了我們就結束影片 也許會好好吃 再喝就很回來了 我們會不會有這種水 再喝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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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喝一口氣 再喝一口氣 哇有霧欸,是清晨的霧嗎?我好像第一次待到那麼晚,就是沒有睡覺 通常我就看到那麼暗我就直接睡了,除了蓋東西啊蓋房子應該還好 但是都要太暗看不到東西 下一集就春天的最後一天 如果可以撐到夏天第一天我們就可以看一下L文的任務是什麼 我很好奇 就是... 山豬 先跑囉 離我家還蠻近的耶,這個山豬 算近吧,也蠻遠的 不記得明明在這附近有山豬啊,但是要找的時候你怎麼會找不到啊 有了有了 這個夜市模式總體來講還是蠻好用的啊 看見我的Skills Hunting...還差很多 Farming還差很多,因為我都沒動過 蛤 呦,Survival倒是蠻不錯的 Extraction其實我覺得有應該多看一點書 那下一集來蓋東西好了 不然睡還是要繳啊 我也不可能等到再下一集 就是在下一個季節才做那個肉 嗯,實在太久了 比如說這個遊戲就是不停的走路走路再走路 好,看到橋了吧,那個是橋吧 夜市模式沒用 忘記它不是真的夜市模式 它只是用我的感官去感應其他東西 有了,看到橋了 還看到我家了 有新的樹長出來囉 所以我...嗯... 應該... 要去真的去把個妹 然後讓它幫我種起來 那我下一集先來蓋東西 如果有時間我再去把妹 感覺我都... 一直為了做任務 然後就沒有... 沒有為了男主角的那個... 他的感情生活會著想 和我們的家園 可是這樣才能賺錢吧 應該我知道 他們可不可以分擔我的稅務啊 他們可不可以分擔我的稅務啊 好啦 完成啦 其實我又不是在你那邊殺的 所以... 隨便 看一下我有什麼獎勵喔 我都忘記它了 欸沒有啊 就只有reputation吧 好,任務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先這樣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